连遭泰国女排两度横扫,又一人再次成为备受争议的对象。 为了不影响三名主将的训练进度,征战亚运会和时锦赛,江苏女排的主教练并没有将张长宁、龚翔宇、刁林宇三人召回省队。 所以,对江苏队而言,这次征战亚聚杯,在面对高手如林的各国强队,这样一群年轻的球员,要想在脱颖而出夺得冠军本就希望不大。 因此,此次的亚聚杯,对江苏女排来说,只是一次练手的机会,可是,没想到的是,江苏女排竟然接连遭受重创。 在小组赛与泰国的春无礼女排首次相遇,江苏女排就被对手横扫,以0比3的尴尬战绩丢了亚聚杯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,之后又遇到日本的NEC红火箭队又再次丢了比赛。 半决赛,江苏女排又再一次与泰国春无礼相遇,却又再次被对手横扫。 自然,年轻的江苏球员,无法与春无礼女排相提定论,不管是在比赛经验上,还是其他的各个方面,春无礼都显然更胜一筹。 在半决赛,两支队伍再次相遇,江苏女排仍旧占下风,处处被对手压制。 在比赛的前两局,江苏女排均以19比25丢了比赛,在第三局比赛开始前,从江苏女排的队友身上看不到任何的自信,在比赛的暂停的时候,主教练蔡斌也着急了,严厉地批评了他们,不懂得变通,但是双方实力已经摆在那里,经验不足的江苏女排没能创造奇迹。 比赛的第三局,江苏队还是以15比25被对手击败,最终无缘决赛,这不禁让人想起,2009年的亚锦赛,在那一次的比赛中,也是由蔡斌带领中国女排对抗泰国女排,却不曾想,那场比赛成了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一次败给了泰国队,引起了球迷的骂骂此次亚去飞。 蔡斌带领的江苏女排又两度输球败于泰国的春无礼队,不知球迷又该做何感想。